2023年3月21日,大脚星人理事会,我们隐藏着多种能量的地方,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,一者,扬声传导。 大家好,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,很高兴与你们联系,我们为地球和人类带来了多种不同的能量,我们看到这些能量如何影响你们所有人,包括植物、动物和矿物生命。 我们首先注意到这些王国可以处理什么,因为它们是人类生活的基石,我们希望你们也能看到它们,我们鼓励你们这样做,因为当你们连接到地球母亲、自然母亲和动物王国时,你们正在连接到稳定你们的东西,你们正在连接到对地球上的生命负责的能量。 当你们向它们表达感激之情时,你们在灵性上成长,你们也可以连接到我们注入到这些生命形式中的能量。 当你们无法成为锚定者时,你们可以从它们的锚定中受益。 正如我们所说,有时我们需要测试我们所提供的东西,看看它如何在第四维度地球的环境中被同化。 我们希望你们认识到你们与所有事物的联系,因为这将是你们认识到自己与所有人类的联系的垫脚石,然后是我们这个美丽宇宙中所有存有的联系。 我们知道同情是地球上的关键,如果你们能意识到你们和任何人或任何事之间没有真正的分离,你们就可以把人类带到下一个意识水准,在其他恒星系统和维度的存在和集体的帮助下。 你们的成功是有保证的,我们鼓励你们在地球上也做一件事,那就是打理你们自己的花园。 一旦你们看到自己之外的人是威胁,一旦你们屈服于自己是受害者的想法,你们就会立即采取防御措施。 当你们处于防御状态时,你们与所有的存在,与所有的生命形式更没有联系。 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,你们离源头越来越远,因为源头永远不会分离,源头总是综合的,总是寻求将所有的创造带回家。 因此,当你们觉得别人在做什么或说什么,或者你们认为某人或某个群体在做什么时,你们必须审视自己,找出你们所感受到的背后的原因。 你们必须感受到这种感觉,你们不是来封锁你们之外正在发生了任何事情的。 你们在那里是为了在你们自己的身体和心理中和平和谐的生活,你们在那里是为了平衡你们自己的能量和情绪。 当你们与国内外敌人作战时,你们不能这样做,这样不行,它对宇宙历史上的任何人,任何社会都不起作用。 你们在那里是为了团结,用爱团结,你们可以从团结你们周围的爱开始。 我们已经把爱藏在每一块岩石,每一块卵石,每一粒沙子,每一团泥土下面,我们鼓励你们经常这样做,但我们会再次重复,关掉你们的设备,走出去,与大自然母亲和地球母亲建立联系,与你们的动物朋友建立联系,深入内心,寻找你们想在外面体验的东西。 因为外面的世界总是反映你们的内心世界,因为最终这是你们生活中所能控制的一切。 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,很高兴与大家沟通。 2023年3月21日,地心世界泰勒斯,地球与人类的转变,传导,meri,andiku,一辙,扬升传导。 我们向你们致敬,亲爱的地球上的孩子们,今天,我们想回到地球的未来。 在之前的资讯中,我们与你们谈论了你们的星球可能发生的变化,事实上,这是会发生的。 但你们明白,在你们世俗的时间里,一切都不会在明天完成。 你们的星球的转变将根据你们的灵性发展,根据你们对生命的突出理解而发生。 现实,你们正在经历各种各样的巨变,在你们自己和你们周围,这是转型中的冒泡。 的确,你们正在经历的这种转变会给你们带来巨大的感动。 我们经常听到你们中的很多人说,发生了什么呢? 这里有人失去了理智,他们不再知道自己在哪里,其他人变得暴力等等。 是的,亲爱的地球上的孩子们,人类,你们的细胞,你们的身体在转变中的转变会导致这种情况发生。 在哪些最脆弱的人身上,但要明白,你们并非都处于这些情况。 你们或多或少理解真实生活的意义,你们明白自己即将迎来地球及其人类的变革。 你们不会像不知道现在发生了什么的人类那样感到那么多麻烦。 许多人仍然被物质主义、金钱、财产和权力所吸引。 幸运的是,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,另一大部分人类以自己的速度觉醒,对生命有了另一种理解。 因此,对地球上生命的理解有两个运动,这会造成动荡,影响你们星球的身体,激发它的能量。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告诉你们,你们的思想和话语在地球和人类的生活中非常重要。 任何和平、宁静的想法都会给地球和人类带来甜蜜。 但是,当然,恶毒的想法、暴力的姿态,无论它们给地球和人类带来了什么,你们目前正在经历的二元性。 地球的转变只能伴随着人类的转变。 一个并非没有另一个,地球和你们,地球上的人类是一体的。 你们被造物主的宇宙能量之爱所束缚,你们就是它,它就是你们。 所以,要明白当存在强大的二元性时,它会反映在你们所有人、地球和人类身上,也会反映在你们的星系和宇宙中。 地球正处于一个大转变的阶段,这也涉及到你们的星系的转变。 因为地球的新能量会对你们周围所有其他行星的能量产生影响,甚至更远。 你们明白,地球的转变越甜蜜,越平静,你们的星系就越能给你们周围的宇宙所有行星带来和平与安宁。 这向你们表明,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的,紧密联系的。 宇宙和所有宇宙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在没有转化的情况下发生转化。 现实,你们在过渡过程中或多或少会遇到一些困难,但要知道,你们的整个存在也在逐渐改变。 如果你们的身体没有转化为细胞、DNA和形态,你们就无法生活在一个转化为身体和能量的星球上。 是的,你们会改变,你们有时会在不理解的情况下感受到它。 我们有时听到你们中的一些人说,这很奇怪,我觉得我身上发生了变化,但我无法定义它。 是的,这就是现实,但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容易接受这些内部转变。 亲爱的地球上的孩子们,不要怀疑,我们与你们同在,帮助你们实现与地球转变相关的转变。 你们需要帮助,你们需要放心,我们正在这样做。 相信你们和你们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,不要受到媒体的影响,在充满权力的统治者的控制下,媒体会告诉你们一些事情,这些事情可能会削弱你们对生活的信心。 不要让自己受到影响,我们重复一遍,要对你们周围发生的一切有很好的洞察力,并明白这一切只是一种巨大的操纵,目的是江人民,无论他们身在何处。 至于少数想要拥有地球和人类一小部分的人类的力量之下,对生活充满信心,我们不断重复,因为这会让你们在甜蜜中生活,我们用巨大的爱陪伴你们。